我喜欢的类型是大大的眼睛 高条的身材 还有好看的手指 星座的话更偏向于摩羯座吧 一号女生的鞋子挺小众的 挺甜美的 二号女生的公装靴 挺细节的 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三号女生的脚背很好看 但是她的高跟鞋好像不太合脚 就像爱情如果不合脚的话 是不会舒服的 四号女生的靴子 虽然有点淘宝风 但是还是散发出一些温柔的气质 五号女生的运动鞋 我还挺喜欢的 会很期待吧 三号小姐姐出来吧 女生的臀腿比例和体裁 决定了她的气质 裙子优先裤子 一号女生果然是罗莉塔风格 很甜美 但是我经常依谋 暗黑风会更得我心吧 二号女生的色系 跟我还挺搭的 而且她透露着一种 清冷的女皇气质 不会跟我是一个属性的吧 四号女生 一条很简单的白色裙子 就能勾勒出她很好的线条 五号女生学院风 这些短裙 很好看 我相信她长得也很漂亮 我先请二号女生出来吧 果然是姐中姐 就是光站在那里 都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其实女生的背影 很能看出她的氛围感 一号女生就很可爱 会让我觉得有点担心 她身边会不会围绕很多臭男人 四号女生真的很温柔 感觉我可能保护不了 五号女生就像白月光一样 我已经可以脑补到她那张初恋脸了 四号女生出来了 好漂亮哦 而且有两个礼物 是我不配 一号女生的手呢 非常的牵长 和她整体的穿搭 是很融为一体的 五号女生的手很白净 肤若凝脂 其实真的吸引你的人呢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呢 也会吸引到你 我选择五号吧 你真的很可爱 愿意啊 我们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其实看了二号女生之后 我的心里有点飞走 我更倾向于二号女生 不好意思 可以认识一下吗 可以啊